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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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今天帶大家來那個 成功齁 成功就有名是什麼 既然有旗魚 既然有旗魚 那是不是會有可能 有沒有想過會有什麼 旗魚的相關神明 就是有旗魚神 那帶各位來看這種奇特的 那種廟 他是我們那個 成功 萬善野廟 他的現在叫 萬靈尊王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 旗魚神 全台唯一的 旗魚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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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盟禮的8月24來 我們裡面的神秘診 哦!剛剛有收到消息啊 8月24 元宵 元宵節會比過年來的 更炸 元宵節的活動比較多吧 就算正常 嗯 就是氣球豐收 對!也是裡面的主神 他去找以前的那個廟主 阿嬤 跟他講說 因為當地都是捕魚的 就跟他說要造一條旗魚 那真的有差欸 做了旗魚之後 那一年大家都抓得不住 那他們說 一條 一條那個什麼 繩子 他放了很多鉤子 他就一次種起來 香氣魚 他是用標的 嗯 比較刺激啦 對他們來說 對啊 啊標起來也比較不會傷到鼓聲 對 價錢就 有吃泡嗎 我記得沒錯 有 可是我們都盡量請 就是 每家每附近 靠不要多 嗯 他們都是用玻璃纖維補上去 嗯 雖然是原木打造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留他最原 對啊 嗯 就怕木頭傷到 所以我們就補了一層那個玻璃纖維 嗯哼 我們成功的 萬聖爺廟 我的萬聖爺阿 嗯 他叫 萬聖爺王 原本叫萬聖爺王 那據說 據剛剛那個 工作人員說 就是 他去 有 算是指示 廟方說 他又升了一階 所以他叫 他現在目前叫萬聖爺王 萬聖爺王 很特別的一間廟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可以多來看看 齁 那 他們 圓林啦 研制 齁 台南 南昆星 齁 吳岩齁 齁 大家可以來看看 就還蠻舒服的一間廟 然後 當然廟方來說齁 就是 他們原本 原本有那個 那個 他們有香火袋 小小香火袋這樣 好 那 因為 這幾天 剛好有 有電視劇 電視組 來拍攝 所以都賣完了 可惜 我們下次有機會 可以再來看一下 對 對 來 我們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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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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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也蠻多的 在這邊看吧 下午也蠻多 對 後拍起來都不一樣 很活啦 我們這一尾棋 可以可以可以 差不多啊 等住了 等待相關 看一下 走囉 這一集介紹喔 這個騎魚神的影片就到這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這一集就到這 走囉 掰 這就是我們在標騎魚的 標魚台 人會站在這邊 這邊有沒有看到兩個洞 在那邊 然後 因為今天喔 天候不好 人家在下雨 所以 轉眼門 魚算門啊 都沒出去 對啊 還在下雨